心理学家我觉得是非常深层一个议题 这个议题并不是实验室心理学 而是实际的运作 我觉得我很高度推荐 下个实战大家一起来跟我分享 什么叫做心理学的路西法效应 我们人是善是恶还是善恶都有呢 下一小时我们来讨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文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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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想世界 欢迎收听中广流行网 文欠的 意想世界 我是代班主持人 胡忠信 今天的第二个单元呢 我邀请到我非常尊敬的一位学者 他年纪比我年轻太多了 目前任教于中正大学劳工关系学系的 刘世南教授 刘教授的学经力非常丰富 他是台大心理博士 他专攻就是决策跟组织心理学 所以他目前任教于中正大学的劳工关系系 事实上就是他探讨工业关系 工业社会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我今天邀请到 刘世南老师 来谈一个心理学 一个非常有趣的重大的发现 叫做露西法效应 露西法 露西法 The Lucifer Effect 露西法 这是个典故 这是上帝最宠爱的天使 天使长叫露西法 但是因为他被上帝宠爱了 所以被 也 哪怕是天使 他也产生邪恶之恋 所以最后这位露西法 堕入地狱 成为我们今天所知的撒旦 所以我们知道撒旦魔鬼 他本来是上帝最宠爱的天使长 怎么 一个最宠善善良的人 变成 掉入地狱的魔鬼 撒旦呢 用这来讲我们人性吗 一个人 比如说希特勒 他本来想做画家 他绝对没想到 他最后是 让整个欧洲 更不用说德国带入灾难 希特勒以自杀终结 这有点像胡适的里面说的 这个魔鬼 所以 人性事实上是不断的面对挑战的 所以我们就来探讨一个 在心理学上一个最重大的发现 当然不断有新的理论出现 但这个发现 露西法效应 会让我们来解读 人为什么会做出邪恶的事 难道人不是孟子所说的性善吗 然后有性恶吗 或者善恶恶言论呢 我们就来跟刘四南 四南兄来对谈 四南老师你好 你好 心理学是非常有趣的 那这个露西法效应 能不能谈谈什么叫 我刚才简单介绍了 什么叫露西法 他是谁 何许人也 刚才那个 胡先生你也提到 这个露西法效应 主要是借用 一个上帝很宠爱的天使 最后呢 到了地狱之后 他怀疑上帝已经不让他回到天堂 于是他想要惩罚上帝 意思是他就去 想要去破坏上帝最宠爱的人类 所以这个名称的一个借用 主要是凸显 作者想凸显 为什么一个人 甚至好人 像天使这样好人 会变成邪恶的人 或是做出邪恶的事情 我这边要特别强调 这本书要强调就是说 一个人因为精神错乱 做出伤害别人的事情 不是这本书所谈的 他强调说 一个跟我们很接近的正常人 甚至是大家眼中口中的好人 也可能做出刻意去造成 别人痛苦的邪恶之事的事情 所以露西法效应 就是在重新去探讨 邪恶的一本邪恶心理学 好 这是美国非常有名的心理学 叫做菲利普金巴多 他为此写一本书叫 露西法效应 我们来谈这位 在70年代以来 就非常有名的社会心理学家 金巴多 他在史丹佛大学任教的时候 从事一个史丹佛监狱的实验 也就是把他学生分成两类 一种是狱卒 一种是囚犯 然后当这位学生穿上狱卒以后 过了几天以后 他真的变成狱卒 开始虐待他的同学了 这个实验在心理学会上有名 叫做史丹佛监狱实验 这个实验你们叙述一下 然后他说明了人性中的 为什么穿上狱卒 或穿上纳粹之符 或穿上在伊拉克的美军 穿上美军之符 我就想虐虐 这怎么解释呢 我想啊 当时这个实验本身就非常有名 虽然说已经过了十分之一 世纪多了 在网路上还是很多人点阅 史丹佛监狱实验 对 然后当然我想你也知道 就是说前一阵子伊拉克的 女兵虐求的事件 使这件事情找到了战场上的现实版 那这个实验的最基本的发现 在于说就像您讲的 一个完全一样的大学生 心智身心健康的大学生 因为被要求赋予的身份 赋予的 扮演狱卒的角色 或者是扮演囚犯的角色 那这样的 并且他们个人的身份 都被取消 也就不讲名字 讲代号 那这样的情况之下呢 人就会做出 他规范或角色 要求的事情 所以整个实验 在于凸显说 其实一个人原有的 所谓的善恶的坚持 跟自由意志 是非常脆弱的 会因为你的一个 社会情境身份 角色 规范的鼓励 跟所谓界定 你可能做出 你以前会认为是不好 或是破坏 或邪恶的事情 果然在那实验里面 不到一个礼拜 就有这样的虐求的事情 就说这位学生扮演的狱卒 就开始情绪暴裂 失控 然后开始加害者 没错 这很难想象 史丹沃是美国最好的大学 学生都精英 为什么你只是因为穿上制服 穿上警察的制服 穿上狱卒制服 然后就变成性格大变 一个礼拜就大变 你做心理学家 怎么解读这种现象 其实这个实验 虽然令人惊讶 但是并不令人难以理解 主要就是说我们可能要去 重新去反省 或去减证我们的一些直觉 认为好像说 会做出很多破坏 或邪恶的事情的人 是别人 是那种 很特殊的人 那我们自己本身 反正不可能会做出 那种邪恶的人 这本书 直接揭露 就是说 可能 一个人 在一个不熟悉的情况下 受到社会系统的暗示 比如说 他对这个角色 或规范 鼓励你应该做什么 规范你不该做什么 你很可能 在某些心理的条件之下 你就会做出 这样 具有伤害性的行为 其实你的叙述 当我想起 在纳粹的时候 因为我们知道 当德国纳粹垮了以后 很多人就逃亡 因为逃亡到中南美洲 后来被捕回来了 这些被逮捕了回来 当然 只要送到 德国已经战后 所以送到以色列去审判 那对这些 纳粹战犯进行审判的时候 其中有一位哲学家 叫厄兰 他是美国哲学家 他犹太人 他去做现场报道 他甚至写一本书 叙述这个纳粹战犯的受审 他提出一个观点 叫做犯罪的平庸性 就是那些杀人恶魔 在毒气室 专门在整人 在烧人的那些纳粹军官 他如果脱下制服 也不过是就像你邻居左右的 欧利桑 这样子 好先生 好好先生 为什么他穿上纳粹制服 就会执行希特勒的命令 他说这种犯罪的平庸性 一个人非常平庸 但是给他互予责任感 荣誉感 或者是杀人筷子的时候的任务 他就非常残暴 为什么 我觉得你引到这本书 的确是非常好的一个表现这本书的一个方式 这个纳粹的审判 就是鄂兰这个哲学家 他事实上强调的 就是说 你为什么有 他怎么有办法去设计屠杀这个犹太人几百万 最后问他原因 他说我只是听从上级的命令 他执行任务 另外一个更令人错愕的发现 就是所谓这个执行任务的人 其实事实上跟我们差不多 就是个平安的医生 很平常的乡下医生而已 所以这个等于是在颠覆我们的想法 就是说他们叫 self-serving virus 就是说 大家总觉得好事是别人在做的 坏事是别人做的 自己只会做好事 但是事实上 那一些做出让我们觉得很错愕的事情的人 平常的生活是跟我们不一样 那为什么他会做出 这样子具有迫害性的邪恶的事 事实上是他在某一个特殊的 社会系统的一个 支配之下而产生 你刚不断强调